26号下午在太玛里乡公所举办的亲生公主及日生勇士选秀会 现场聚集了许多太玛里乡民 其中也有情友团前来助阵 参赛的公主勇士们穿着传统的服装出场 走秀的过程中难掩羞涩的心情 不过还是获得在场民众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的才艺表演 除了展现原住民天生嘹亮的歌喉 搭配吉他的伴奏 及演奏中国传统鼓乐琵琶的才艺 为本届的选秀活动增加了不少亮点 最后进行的机制问答 考验参赛者的思考能力 与及时的临障反应 也同时能够了解参赛者 对于太玛里乡 未来活动的参与度 与观光推广的认同度 小米球一样 参赛者对于太玛里乡和观光推广的认同度 那观光客与他们会问台中台湾里哪里好呢 这是很重点 第一个我一定没想到金刚三 要不然就是避免我们的风铃铃链 情节的活动 我们周高有很多人才 像我们Royal一个EA 它就是常识那种 也是运动化工作的 那我们可以寻找不过的人才 我们一起用那个Facebook 然后把那个整个东西推销出去 我觉得这是最快的 对 最后由评审评选出获选名单 由黄熙梅获得竞争公主第一名 日升勇士 则由大王春的青年会长林建宏获得 笑一下 事实上我们在办每次活动之后 可能有某些的切丝 我也都会召集我们相公所的同仁 来办一些检讨的一些课程 那第二我们也考虑到 因为我们现在是县泰玛里的乡民 才可以来报名 那我们期待开放 如果说亲人是在泰玛里的 那富籍在外县市 我们也都可以同时受礼 我们希望让更多有才艺的年轻朋友 可以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选拔活动 那同时也借由这些年轻朋友 来对观光 来对我们的整个产业 来做更大的宣传 那如果说其他的乡镇在未来 觉得说我们的日升勇士跟我们金灯公主 他们的表演非常好的话 要来邀请的话 事实上我们还是会举双手赞成 也许我们也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去参加 未来一年乡公所将会安排公主勇士们 参与乡内的各项艺文活动 代表泰玛里乡 行销引导观光客 认识在地文化与产业观光 作为代言人 将泰玛里之美 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 动态新闻张家为泰玛里报导 感谢观看